听一位法师讲 菩萨戒是五戒加一戒 不两世 先知道持戒严 可否可以退戒吗 可以 这个自古以来受戒之后退戒的人有 确实是可以退戒 退戒之后希望你学戒 你要学 那么我跟你讲老实话呢 你受的那个戒都是假的 退不退都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你根本就没有得戒嘛 你要退什么呢 根本就没有得戒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话最早是偶尔大师说的 以后是红尔大师说的 他们都是研究戒律的 偶尔大师讲 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 所以南宋以后我们这个出家人受的比丘戒 全是叫明治比丘 又名不实 所以偶尔大师 他老人家也给我们做了个榜样 你看他受了三坛大戒之后 就退比丘戒 他一生受持的 菩萨戒 沙弥 因为菩萨戒跟沙弥戒 自己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发誓的受都可以得到 唯独比丘戒 至少要五个真正的比丘传授 那一个真的比丘都没有 你怎么会得见 可是你看 红一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这个戒我们不能不受 假的也要受 为什么呢 受了以后就学比丘戒 没有人毁谤你 你没有受比丘戒 你去研究比丘戒 学比丘戒 人家会骂你 这个是佛不修可待 会遭人家议论 所以要知道 我们受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要去学 一条一条要把它做到 那才叫真正得戒 所以受戒之后 好好地去学戒 那就对了 受了之后不去学 这是错误的